一般来说西瓜皮肉菜的 我们见的可能见过 但是西瓜狼肉菜的 好像没这么见过 西瓜鱼血鱼呢 主要是源自于 我一个想法就是 把菠萝古老肉给它叠一下 我把肉呢换成了血鱼 那菠萝呢 有了我们现在上海人 最实力的八四二十七花 西瓜的狼切成粒 跟那个血鱼混搭 然后呢我主要是做一个 甜酸的味道 好了我们现在切鱼血鱼 血鱼去皮啊 这个肉呢我们准备腌制 用柠檬 柠檬的酸 然后加上那个蜂蜜的甜 给它一个混搭 西瓜囊是不能加热的 一加热肯定是不行了 它水分太多了 所以我加点点柠檬 加柠檬汁 加点点蜂蜜 增加了它的层次感 银血腌制好锅粉 油炸 为什么大家很少看到 用西瓜囊做热菜 其中有一个原因就是 西瓜这个水分太足 一盖里一个超 一个四分就饱出来了 整个一遍都不挖它了 我今天也是做一个尝试 怎么保住它的水分呢 我西瓜囊最后下锅 快速地拿糖去翻炒 那糖去做过这个石瓜囱 水分就被锁住了 同时呢 这个巴塞的甜度就很高 由于果香味 特别适合夏天吃 烧好以后一定要快 吃血液以后呢 立马再咬一口西瓜以后呢 产生了那种爆浆的感觉 这个创意真的 给你们想得出来的 类似我们上海的 茄子古老肉 但是呢 它比茄子古老肉 更清爽一点 这套银雪银和西瓜的组合呢 很出乎我的意外的 因为银雪 在我的印象中呢 就是清蒸 清蒸 对吧 最多上海人 巴尼雪菜 还是清蒸 那么今天吃到这道菜呢 味道呢 也是颠覆了我的一种感觉 然后那个西瓜的汁呢 还是有脆有水质的 还是吃到了西瓜的 原来的味道 比茄子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